金马奔腾50年金马奖执委会呢 在今年度特别请来了重量级巨星 就是张曼玉担任今年的金马大使 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因为至今无人能破他这个记录 他得过了四座金马加上一个女配角奖 是目前获得最多金马的人 白上衣桃红及西巡搭配粉红丝袜 张曼玉受邀担任今年金马大使 一出场立刻成为焦点 演员生涯第一座奖就是金马奖 就是我刚才看那个片段也蛮感动 就是看到那个时候自己很年轻 讲国语也讲得很差 就是那个第一次是印象最深 演员生涯第一座奖就是金马 从此就和金马奖结缘 因为阮林玉花样年华等片 陆续得了四座影后 再加上一座女配角奖 一共五座金马 是目前史上拥有最多金马奖的人 但是今年作品减少 张曼玉还曾有想当导演的念头 我好几年之前有想过当导演的 然后再想想就是觉得 那个领导能力 我觉得我不是很强 然后我很不好意思 叫人做事情的人 所以我不能加灯光是 不好意思麻烦你 这个灯帮我关你 我觉得我这个性格 不适合说 我做不出来 所以很难做当导演 今年正好是金马奖 五十周年 职委会特地在一年半前 就敲定要找张曼玉担任 大使如此重量级的人物 那今年评审团主席人选 会不会像去年刘德华一样 给人惊喜 媒体朋友问我说 会不会是梁朝伟 不会了 我跟你保证 绝对不是梁朝伟 因为他有一代中书的角族 然后我走 我不走 陈汉梁朝伟传出绯闻 张曼玉不必嫌 大方开自己玩笑 这次来台除了公布大使身份 还要和导演侯孝贤 合作金马宣传影片 用影后魅力 来为金马五十年 增添更多话题 专选唐云前台瑞宜 A新跑组台北三文报道